川普今天宣誓就任了 在誓詞里面他反复强调要重塑未来美国优先 那么川总上任以后会不会给中国带来一些改变 当然会带来改变了 但是所有这些效果都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 川普的首要任务是给美国创造就业 改变奥巴马医保法案和修改移民政策 他不会因为会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冲击 就决定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但是中美两国最主要的摩擦体现在贸易领域 这个基本上是毫无疑问的了 如果快的话呢 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看到效果 它最终会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 大家我想都看到了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吧 这么短短的几个星期 毛左毛粉表现得十分活跃 几个星期之内就有连续几个人中招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 河南洛河电视台职工刘勇和石家庄市文广局副剧长左冲和 都是因为披毛受到了毛粉的围攻 而且他们被罢免了 而且这些毛粉呢 很显然是得到了某些政治势力的默许甚至受益 他们跑到国家机关门口去拉横幅喊口号 按照共产党的说法 这属于冲击国家机关 可是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 反而还成功了 把在职的官员扳倒了 这对毛粉是极大的鼓励 我想他们也认为自己找到了靠山 这事和川普的联系在于 如果川普改变中美贸易格局 让中国陷入更大的经济困难 那么势必也会增加中国的失业 计划中国本来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中国国内的官方媒体很容易把中国所经历的困难 责任一股脑推到美国头上 从而毛粉和小粉红愤青这些人乡河流 有可能制造起类似于义和团那样的动荡 特别是现在这个毛粉的表演呢 我担心已经是有人故意在做测试了 有步骤的在做动员 是更大动荡的前奏 那么假如中国的社会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 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如果我们把时钟往回波100年 从1899年开始义和团兴起 到1901年新丑条约签订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当然是给中国社会制造了极大的动荡 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但是以此为契机 清朝高层的顽固派被放逐 而且慈禧老太太也下定决心 凡然悔悟 看到过去的路是走下去的 从而开启了清末宪政改革的契机 所以有的时候也很难说 就是一个社会动荡 它从长远来看 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正面的资产多 负面的资产多 就像老子所说的 或惜福之所以 福惜或之所福 有的时候在历史的当下 很难看清它未来的长远趋势 那么现在的习近平的处境 其实是不同于慈禧的了 因为慈禧毕竟它还支持过义和团的发展 而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 和今年要发生的十九大的权力换届 其实底层社会的动荡 对习近平是一点好处也没有 我看到有些朋友是揣测 说现在这个毛粉启示 是背后得到了习近平的默许 是习近平想利用毛粉当根棍子 去打那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那么这种说法呢 虽然是我觉得可以作为猜测之一 但是我本人并不完全赞成 因为习近平 他完全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动机 去发动文革 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 是因为他在体制内 已经没有合适的渠道 去控制官僚集团 所以他要发动草根的造反 来帮助他夺权 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 刘少奇那一派的人 整个官僚体系大部分已经不是毛泽东的人了 所以毛泽东才会感到不安全 被架空 所以他提出的口号是 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 他才发动草根 利用草根对他的崇拜之情 可是习近平是没有这样动机的 习近平是有体制内的渠道的 通过这几年的反腐和人事调换 他对官僚系统的掌握是越来越强的 他实在没有什么动机去发动草根 反而他的政敌呢 相比较起来 更有嫌疑去发动一些底层的草根运动 去搞一些社会形势出来 来牵制习近平在高层内部所进行的夺权了 那当然这也是一种猜测 对不对呢 要看这个实时发展的检验 那么现在中国的形势和1900年的庚子年有若干可比之处 在这个中共的高层和草根都有力量 想借助庸毛和反美的名义来兴风作浪 因为毛泽东作为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图腾 一直共同在那里 总有人去从他那里去寻找资源 把他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历史资源 那么这种形式呢 就类似于义和团所提出的福庆灭羊的口号 雍毛类似于福庆 反美类似于灭羊 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都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 现在江泽民和他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的盟友 其心态类似于庚子年时候的端王载以大学士徐同这些顽固派 他们也是对当时的皇帝心存忌惮 而且暗怀费力之心 想推跟自己亲近的人上宝座继承大统 而且这个时候啊 就是今年和庚子年也同样面临着 这个外部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压力 就是国际关系改变所带来的压力 虽然说川普他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当时西方列强 直接干预中国内政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但是改变了中美关系 这个中美贸易的格局之后 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形势 会增加失业 激化社会矛盾 所以现在这个形势和1900年庚子年 确实有若干可比之初 可是慈禧老太太最后毕竟是平灭了义和团 而且开启了清末宪政改革的道路 他一走上宪政改革 比清朝王室里面那些王公贵族啊 还要坚定的多 实际上慈禧在1898年 戊戌政变的时候 曾经亲手终结了一次宪政改革的试验 而且还流了血 杀了戊戌六君子 软禁了光绪地 所以习近平虽然说 他有些表现 在一些朋友看来是非常失望 在历史的现阶段呢 历史还是给他有机会的 他至少还没有像1898年的时候 慈禧表现的那么差 那么慈禧都能够幡然悔悟 是吧 走上了宪政改革的道路 习近平能不能施古人之志 最起码他认知水平上 能够达到慈禧那样一个水平 在现实的压力面前 他能够转而去寻找另一条出路 那当然我们就要观察了 我们做的这些推测呢 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下 就是川普上任以后 他肯定会给中国 斥造不小的麻烦 导致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 可问题是 那这些事情 他真的就一定会发生吗 我想也许在冲突的激烈程度 和时间次序上会有些出入 但是这个大的冲突格局 是很难改变的 而且双方都有自己要坚持的东西 就很难踩住刹车 对川普来讲啊 他的任期说起来有四年 其实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就是他就任的头几个月 是非常重要的 川普从参选开始 他就是一个挑战 现存政治体制的面目出现的 所以他一旦就任以后 他是有这个压力 马上要做出一些事情 来兑现他的与众不同 来说服选民 说你们确实没有挑错人 如果他也犹豫不决 做事情拖泥带水的话 那么他的选民会感到失望 他的支持基础就会流失 而且他本来就跟华盛顿 那个政治圈子里面的建制派 和媒体的关系都不好 那你说他这四年 怎么都会有点错呀 是吧 那如果是一开始 他的选民基础流失了 那么被媒体肯定会抓住 他的一些毛病 大作文章 然后说他欺骗选民什么的 那么他往后 就是接下来几年的日子 恐怕都不会好过 而且他想竞选连任 恐怕也很难做到 所以对他来说呀 他是有必要 在一上任的时候 就拿出一些雷厉风情的手段 收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 达到一个比较快速的阶段性的成果 足够让他去宣布一场胜利 这样他把那些他反对者的嘴都堵上 然后很多人呢 就是更嗨的支持他 这样他接下来几年才好干嘛 对吧 就是这么个道理 要巩固他的基本盘 所以呢 我想川普他是有比较强的动机 去追求一个比较快的中美关系贸易格局的改变的 他是希望这个过程比较快速的完成的 以达到减少贸易逆差和增加就业的效果 对于台湾关系啊 他现在已经是当成一张名牌来打了 他不会去考虑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啊 这个是川普这边的立场 对于北京那边来讲的 对于中共这边来讲的 他供给侧改革的任务没有完成了 他去产能去库存的任务仍然很重 他仍然有大量的积压商品要倾销到国际市场 他这个事情很难踩住刹车 否则的话呢 他资金不回流的话 那他的这个整个这些国有企业就更难维持住了 而且对于一中原则他也很难退让 所以习近平和川普新任政府这迎头相撞是很难避免 就很难避免了 习近平是刚刚出席了达沃斯论坛号召不要打贸易战 这个是在向川普喊话 可是现在呢 中美要避免贸易战的已经不是一个选项了 他所能考虑的就是怎么缩小贸易战的范围 以及减少损失了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里面 中共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好牌可以打呢 也不是说他没牌可以打 传统的来说 中美交往的这个套路 北京这边有三张牌 基本上可以制约住美国政府 第一是利用美国的民意 你像这个关税壁垒加起来以后 如果是按照川普所说的很大范围的 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那么一些消费品 对美国民众来讲就会更贵了 大家的生活成本会上升一些 但这张牌之所以不强是因为中国的这些初级制造业可替代率很高 不从中国进口的话可以从印度东南亚这些地方进口 他也就是寻找新的供货方吧 他多需要一点时间 而且呢 如果美国社会就业增加了 那么大家也比较容易承受一段时间内物价上涨一点 所以呢 这个也 这张牌就不是很能够制约住美国政府 就是说去渲染美国的民意 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如何影响民生了 这个并不是很有利 第二张牌就是联欧制美 过去几十年也一直这么做 就是说我不买美国的飞机 不买波音的 我买空中客车的 买欧洲的 是吧 特别那些精密仪器 那些科技产品 都可以采取这种转投另外一家采购的方式 让美国企业蒙受损失 但是这张牌之所以不灵 是因为欧盟现在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如果说美国加了关税 中国的廉价商品进不了美国 那么转而涌向欧洲的话 冲击欧洲本地的企业 那相当于是把欧盟推向美国了 所以这张牌现在也不太好打 第三张牌就是惩罚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 惩罚他们 修理他们 让他们向美国政府抱怨 相当于把他们作为一个杠杆 向美国政府传递压力 这张牌之所以现在不好打了 是因为川普和这些跨国公司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对立的关系 他们对川普就算不能说完全没影响 那这个影响比起对前任几届美国政府来说 肯定也是低很多的 而且你惩罚他们 他们在中国干不下去了 干脆我把厂搬回美国去算了 是吧 我把工作机会资本都带回美国 还郑重川普的下怀 这对中国来讲呢 他本身外汇已经在流失 工作机会也在减少 就是失业也在增加 税收也在减少 你这么做就等于挥刀自攻的行为 愚不可及 是伤害自己的行为 所以也不太有利的 所以现在总体的形势呢 对中共来讲的是比较不利 而且它处境被动 因为在过去的中美关系格局里面啊 中国大陆主要是受益的一方 你获利的一方 他的任务是维持现状 你要让他表达自己的立场 他肯定说川普你这也不能动 那也不能改 是不是 就是一切都要维持现状 一中原则不能碰 贸易还得维持现在的格局 你要让他说他肯定是这个立场 他不会主动去改变什么 所以现在主动权就是在川普这一边 他得等 就是中共这边得先等川普出招 然后看川普怎么做 自己在私谋对策 主动权是掌握在美国这一边的 而且川普对北京来讲啊 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战略优势 就是美国制度健全社会稳定 这是一个总体的战略优势 而中共这边呢 你不管是在高层同事集团 还是在社会上 他都积累了大量的矛盾 所以中共他应对变化的能力 比美国要差很多 这是一个总体的战略劣势 而且这个中共呢 他由于害怕社会矛盾的爆发 危机到所谓社会稳定 也就是他统治地位的问题 所以他一直压制着矛盾 他害怕矛盾爆发 他的体制就越来越僵化 他就害怕做改变 可是这种僵化所带来的结果 就是当变化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时候 由于外部源因素所引发的时候 它不可避免到来了 所造成的破坏 也就不可避免的更大 那么这一切会不会发生 我们在2017年就拭目以待吧